闹着玩,张亮离婚两年人秀恩爱,全家出游,新女友酷似前妻,穿同款毛衣,今日份灵魂拷问张亮到底有没有离婚。 早晨,张亮发文宣布,已经与妻子寇静在2017年离婚,一时之间,关于张亮离婚的种种猜测扑面未来,很多网友质疑,2017年就已离婚,2019年年底才宣布,而且还被爆出新恋情。 难道是帮浙江卫视转移视线吗?据悉,寇静和张亮在大学期间相识,毕业后就嫁给了张亮,婚后寇静便退出模特圈,两人2003年登记结婚时并未举办婚礼,对此,网友更加不解张亮离婚后还要卖弄好老公人设。 从两个人的商业版图上来看,张亮有三家公司,寇静有四家公司,张亮和寇静如果是真离婚了,为什么全家一起去新西兰游玩? 如果真离婚了,张亮为什么要在节目中跟人说求婚这件事?如果离婚是假的,那么张亮发这个离婚微博意义何在?